你知不知道multivitamin综合维生素 吃多了对身体不但没有益处 而且还会增加你死亡几率哦 内经讲凡是药都有三分毒哦 那是什么意思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K马来西亚一名合格的药剂师 虽然很多人认为 综合维生素multivitamin 是抵抗营养不良和疾病的第一道防线 但是呢 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哦 综合维生素multivitamin实际上 必大于利的哦 诶怎么说呢 简单一句来讲 就是坏处多过好处咯 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不一样的嘛 而每一个男或女老或少 孕妇或活动量很大的人 对于维生素multivitamin的需求 也是不一样的 就好像 虽然一种米可以养白种人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需要吃 一样分量的米来填饱肚子啊 那我举个例子好了 大多数的multivitamin中呢 某些营养成分过多的话 比如是维他命A或者是B6 但是如果你的身体只需要美的话 那么你的身体就会形成气不足啊 也就是营养不均衡的现象咯 另外同样的营养物质 比如说叶酸 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各类营养补助品里 但是呢 它们在你体内的运用和吸收能力 却大不相同哦 我发现到马来西亚大多数普通或者是高价格党的 综合维生素 multivitamin 都含有这类式的叶酸 叫folate acid 但是你们知道吗 这种叶酸 folate acid 是人造合成形式 而另一种形式 也是叫叶酸 但是它的英文名字 是叫folate 是食物中天然的维生素B9哦 它们是天然形式 那么以folate acid形式呈现的叶酸 摄入过多会引起很多健康问题的嘞 比如如果您具有MTHFR基因突变 而超过60%的人其实都患有正类基因突变的 那么呢 就会导致身体无法正常和有效的将血液中合成形式的叶酸 也就是folate acid之类的叶酸呢 转换或者是代谢成活性形式 容易被人体吸收及使用的叶酸啦 也就是folate 那么吃久了这类folate acid 人造合成形式的叶酸呢 那么你的身体会把胃代谢的folate acid叶酸水平就会很高 那么长期下来呢 就会导致你气不足 什么是气不足呢 也就是疲倦身体容易虚弱 它还会增加你患有某些癌症的风险哦 哇哦 那么这可能就是为什么 有些研究显示服用multi-vitamin是没有好处的 而且另一些研究也有表明死亡几率增加的原因哦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明白 那么其实还有一件事呢 那我很为你们觉得不值也不白的一件事呢 就是你们知不知道 其实有很多商家甚至多层次的营销公司 因为利润而加入了许多无效成分 英文也就是inactive ingredients啦 比如糖啦 代糖啦 天冲剂啦 添加剂啦 和人造色素 等等 那么这些无效成分呢 长期吃下来会使你的身体难以吸收身体所需的营养成分哦 也几乎不会进到你身体细胞 而且也无法帮你补气的哦 而那些重要昂贵天然营取形式的维他命成分却放少少 但却又列在标签上 使得他们的营养价值看起来很贵 很够营养这样子 然后利用这一点来推销他们家的产品 极好极好这样 讲到天花龙凤 说什么 因为商家他们帮你们计算和加入了各式各样的他们专家认为 你身体需要的营养 而就在价格方面 比市场上其他同样类似有品质 纯的此类营养产品贵了很多倍哦 其实也不是你们的错啦 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呢 很多消费者呢是不会去注意和理会这些东西的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 目前呢 其实是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在单个药碗中 容纳完整的高分量萃取活化形式的营养素哦 那么第二呢 就是因为可能就是贪图方便哦 反正只想吃一粒药 所以就买了综合维生素multivitamin来吃 以为买了个安心 但是却无意间伤害了自己的身体 但却不晓得这个动作 严重的已经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哦 所以啊 当你不确定要不要买食 我宁愿你 不要吃它咯 总结来说 不要只注重在补充营养素 而忘了吃真正有营养的食物哦 因为真正高营养的食物 比起人造合成形式的营养素呢 或者是食物萃取精华营养素呢 都起着不一样的作用哦 一个是身体容易被吸收利用 另一个不一定能被吸收或者是需要哦 我知道 虽然我也了解大家工作虽然真的是很繁忙的关系 很少时间能够在家里煮 但是呢 也不能因为这样的借口而乱吃乱选合成的multivitamin哦 因为很多时候商家会利用最天然的草药补品 或以食物为基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些营销手法的词 来混淆你 补品嘛 终究不能避免含有重金属污染物和加工过程中产生副作用副产品的危害哦 所以最好还是检查补品供应商的货源和质量 最好的方法是选择自询你信任可以推荐优质品牌的持牌专业人员哦 就好像我啦 哈哈 好了 今天视频呢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的话呢 请记得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